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是从那个 从那个P160钢结块那边开始 看一下那个 看能不能看到阻尼器 所以这个P160茂梁那边还有很多东西要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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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监控管理中心的这个喔 速度还蛮快的 好 所以你现在看到如果有两个直播画面 好 都是我在直播啦 只是一个画面是 放在那个钢结块吊装啦 好 那一个是空中的画面 好 空中的画面现在在那个管理中心这里 好 这个 这一个 船队吼 非常有 效率 而且 他这个 他这个 摩 摩板上完之后马上齁 这个四周 全部都把那个安全网齁 全部都包上去齁 好 四周安全网都包上去齁 按马一下啦齁 好 那个应该是 下桥的地方 MREA是那个 北上的齁 自行车道 人行步道齁 全部 合在一起 然后中间轻轨齁 然后 左侧的是北上车道 右侧的是南下车道 所以现在这个 B-L-R-L-2-C 这个 这一段 好 这个是 从那个 渔人码头那边的扎道出来 好 上桥之后 以后要回 那个 桃园啊 新北市那边的 走这一边会比较快 你飞完了 我飞完了 那我先离开了 OKOK 拜拜 小心开车喔 所以这个 钢结块 裂这边 有很多 都 慢慢的也是慢慢接 接起来的 好 然后这个 复合式 钢 复合式 钢结块这边 绑钢筋 看这个样子 好像绑 钢筋绑蛮厚的 好 现在一样齁 我们 空中画面也来到这个 钓桩起来的钢结块这里啦 厚 上次有一位 心存散店说 他想看到那个 钓起来之后 焊接啦 吼 钓起来焊接就是这样 厚 厚 他就是 两边都 一块这个 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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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先定位,定位完成之後 這個中間有一段是那個 有一個縫是他們那個全斷面焊接的一條縫 然後在那個之前 他會先用那個 他現在應該還沒有 準定位應該還沒有 這邊有要焊,看一下 一剛開始先把那個 他應該是上面有先包那個焦膜 貼焦膜的地方 先用火把它烤掉 所以這個不算焊接 所以他上來之後 定位完之後 確定兩塊 那個鋼鐵塊要接合的時候 他是用 那個 一片一片的那個小鐵片 接起來 先接起來 然後才開始焊接 那目前看起來應該是 還在定位當中 然後另外呢 這個2T 鋼鐵 鋼鐵這邊 應該今天 這兩天會有動作 就是把這個 鋼鐵套管拉下來 這邊看起來是有一點 要做一些動作的樣子 因為他這幾天下雨 所以他 他們先把它做一個 包起來 怕淋到雨 其實 其實 其實那個 你塗那個 防鏽油 如果塗得很厚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 那個 防雨的作用 但是 那個水分 如果在上面沒有去掉的話 也是不行 所以他 他還是盡量 在那個之前 會先把它包起來 盡量不要滴到雨 像他這個也是一樣 先用火把那個膠 那個膠帶 先把它燒掉 這樣焊接才有辦法 焊接 一樣啦 這邊都還是有這個 鐵片 到時候 他是先焊接鐵片 做定位的動作 然後 他這個 同時也在矯正 就用這個 他這個是好像有 有一點偏差 所以他用這個 鑰鑰鑰鑰 在做 矯正的動作 校正 矯正 哈哈哈哈 所以現在看 看起來應該是還沒有正式在焊接 還是在校正當中 那我們現在拍的這些就是這個 今天釣鑰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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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 北側的3T啦 到時候再 再來改 順便繞一下 這個後面 這個一樣 鑰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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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上來看一下那個 這個茅定鋼箱這邊的狀況怎麼樣 飛太近的話,我們沒有辦法仰望的角度 沒有辦法看得清楚 現在茅定鋼箱上面應該還在做一些修改的動作 所以現在自爬架還是停留在U38而已 因為U38昨天剛灌漿完 今天就拆模是有點太快了一點 所以今天的主橋塔頂端就是 110第10組茅定鋼箱吊裝了 吊裝完之後後續有一些 就是把茅定鋼箱 調整,然後鎖定,固定 你好,你好,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謝謝 你那工地對面,你還帶來這裡 連架在鎖,清醒的 多謝來這裡,要多謝送餐餒 謝謝啦 感謝和聲亮,又來給我們探班 所以目前今天的這個,今天工作其實算起來是蠻緊湊齁 它不只說只有釣鋼結塊這個部分 其他的部分應該也 也是持續都有在推進 那當然今天主要是 這個,釣鋼結塊這個部分 是我們今天拍攝主要的任務 再來看一下 因為它這個,做好之後旁邊就貼這個膠模 作用就是,這個鐵片不管大塊小塊 不管薄或厚,這個鐵片切割的邊緣都是很利的 你很厚的鋼板都一樣,它邊邊就是很利 所以它貼那個膠模,你靠到的話,比較不會受傷 像那個鋼片齁,你有的不小心穿那個很厚的牛仔褲有沒有 你是旁邊插過去而已,那個牛仔褲就一個洞 尤其是你如果是剛好你的角度,剛好是它的那個 斜角,斜角,斜角邊齁 那個,不管它鋼板多厚齁 你如果是剛好是它的那個立邊,斜角邊的話 那插過去一定就是,不是牛仔褲破掉就是齁 皮開肉占 所以它,它現在第一個動作先把這個 膠帶先把它烤,烤掉齁 烤一烤就變成灰了齁 然後再噴一噴齁,插一插它那個 就可以開始焊接的工作 好,雖然沒有看到焊接的工作 但是用想像一下齁 想像一下就知道大概是怎樣了齁 那有機會我們再來看,實際上那個齁 其實我們之前幾次應該是有拍到說 它這個鋼鐵塊掉磚完成之後齁 的那個焊接齁 雖然不是看到很完整的那個焊接動作齁 但是應該多多少少齁 都是有啦,應該都有齁 不過,就是要找那個影片來看 特別找那個影片來看齁 齁 那上次吊裝好像是 十二 十二月初的樣子齁 就是那個巴黎那邊齁 應該大概兩個禮拜之前而已嘛 齁,齁 但是還是很高興 好,那我們今天這個齁 手機的直播就先關掉了齁 謝謝大家 齁,算不知道要怎麼關 齁,哈哈 有啦,找到了齁 拜拜 好,那我們這個 空中的畫面齁 也要準備收播了齁